我们再学习一个故事 叫宽律法师 身无病苦 安然造化 宽律法师 别号佛琴 源济浙江德青县的 新世镇 俗家名字叫 成秋炫 出家前呢 做过医生 小书记远等 二十几岁呢就如素奋佛 并且归于了 帝宣大师 解放初呢 来南华寺啊 不过大掌经 一九五二年呢 由熏和尚 七度出家 一九五五年啊 在江西的云居山 曾无事 受彼世借 其后参学于上海 福建 广东等处 八六年呢 来南华寺 至今 编写了一本书 形式 叫净土圣贤路 第四册 宽律法师呢 平生啊 心细致 爱整洁 性格呀 帅直 刚正不恶 见到不如法的行为 就毫不留情的 当愿斥责 他说呢 我违法 违道 不怕得对人 就是死了也心肝 一生命啊 持戒严谨 不去年 屋内呢 不留作女人 修持净土啊 念佛法门 兼诵法华经 每天早晨两点钟 就起床诵经 即使在医院期间 也不阶段 平术啊 注意因果 衣食随夷 不图详授 从不是积蓄 神才啊 大多用于补师了 放生 或资助小和尚 读佛学院 平时又劝人啊 不诗 放生 宽逆法师是 南华市的首作 在一九九二年的 元月五日 心无病苦 安然作画 世寿八十四岁 接纳三十六年 世纪前呢 一时啊 精神绝作 一月四月中午 还主持了 布下送祭 声音红亮 下午呢 实现头疼 腰疼 跟小病 就告诉诗者说 我不行啊 完了诗者呢 扶他坐在椅子上 五号的凌晨四点半钟左右 飘然而去 诗众呢 念佛七天 到十一日啊 火化了 南华市 神绝都说 休息到这个地 就是啊 可以了 你看 自己啊 平时 可以说就 没有老 没有病 没死 到八十四岁了 都没有什么病 精神很好 去世之前啊 稍微有一点小问题 自己啊 清清楚楚 咋就做就走人了 你看多好 自己就有把握了 自己啊 对修行 有的把握 就知道自己啊 能去哪里去 能去哪里去 这是什么事 是什么事